他说我接触佛法了 已有十年了 第一步读的经是经干经 曾因地发愿 今生成佛 但时至今日 不但没有经经 反而有所退转 回首总界原因有三 一 因工作之故不能守戒 二 没有老师 或同修 三 没有做到一心念佛 请问老法师 我应该怎么办 你应当回头深暗了 学佛不限年龄 也不限定什么样的行业 这个法门确实 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是第一殊胜 因为他没有任何障碍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都可以修 他的条件 就三个字 信 愿 信 你的真信 一点怀疑都没有 真正发愿 求生净土 亲经阿弥陀佛 行 一句弥陀念到底 从早到晚 从晚到早 朝朝暮暮 这一句佛号 念字在字 不让他中断 那这样念佛 我们看到 净土圣仙路 高僧传 大概是三年到五年 就成就了 这个成就之后 那你就是自在往上 你还有寿命 不想要了 这世间太苦了 现在就走了 你马上就能做得了 而且的时候 你愿意站着走 坐着走都随意 真的在自在 什么样的功夫呢 大概到 中上品 凡圣同俱土 中上品的条件 就能够自在往上 所以这个事情 真的不难 关键 是在你能不能放下 真正能放下 你一点障碍都没有 所有一切障碍 都是放不下造成的 所以你看佛在 大臣经典里面 常常教导我 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 放下支柱 这是三大类的烦恼 华严经上这样说 一切大臣经里面 名称不一样 执着是见私烦恼 大臣教叫见私烦恼 分别叫沉沙烦恼 妄想叫无名烦恼 名字不相同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三大类的烦恼 你能够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那我们现在做不到 做不到 我们先放下 执着 执着也没办法 完全放下 放下少分 让自己心地得清净 一行念佛就行 到极乐世界再放 再彻底放下 这是个方便法了 所以叫代业往生 就是带着妄想分别之主 我们念佛功夫有力量 这个念佛的功夫 能够把妄想分别之主控制住 不起作用 这叫扶烦恼 不是断烦恼 把他扶住 那么到极乐世界再断 代业往生 生反生同居图 如果你真有能力 把这个执着统统放下了 就是见识烦恼断了 生极乐世界就不是反生同居图 叫方便犹豫图 如果把承煞烦恼 要断了 就是不分别了 分别性没有了 妄想也不起了 那你就是生十报专业图 西方极乐世界 四图三倍九品 是这么样形成的 这是净土经典里面 讲得很详细 我们要认真学习 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这一生当中 这个时间再苦 没有关系 苦几年呢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 如果苦忍受不住 还要用什么方法来应付的话 那就造业了 这个业力 会障碍我们 我们不造业 我们就是念佛 求生就好 就好 哇 mm 谢谢大家